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7年7月28号 星期五 农历是6月初六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好 那么今天就开始继续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你好 祝福福生日快乐 好 谢谢 祝在世 谢谢 祝更多有缘苦难众生离苦得了 好 请师父 请师父解个梦 梦见先生洗澡 我也洗澡 然后梦见那个缝纫机 缝衣服的缝纫机 我说我已经卖 已经还完了 然后这样的梦是什么意思呢 梦见缝纫机是吧 缝纫纫机是修补衣服 说明你在修心 在补心 然后呢 梦见 可是我说我还完了 你说你还完了 那就说明你修掉很多了呀 修掉很多的业债呀 明白吗 嗯 喂 等等 哎 电话线调调的 那要十几秒钟 那师父就跟大家 利用任何时间 那没办法了 去除我之心 啊 用什么方法来对质 啊 要记住 行持 行持 行持是什么 要坚持修行 修心 行就是我的 所有的行为 啊 我坚持 我就 然后坚持正念 然后坚持正信 然后持戒 啊 在持戒的道路上 不能有我自己 那么你就叫行持 你这样的话呢 你会拥有 这个 清净心 就把这个 清净心拿回来了 就没有自我了 啊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这个一定会出事的 啊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啊 喂 你好 刚刚跳进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你好 嗯 对 有几个问题 请 请 请您开始一下 啊 嗯 是这样的 我那个 黄色刷水化 是否可以比佛台大一些呢 可以 嗯 啊 我拖人从澳洲 邮寄的黄色刷水化 比佛台大很多 是不是可以不用剪 直接贴在佛台后面 可以 啊 如果 需要剪的话 剪下来的怎么处理 全卷好 包好 扔掉 啊 那 旧的山水化怎么处理 就是山水化可以包包好 过一段时间 一个月之后扔掉 啊 好的 好的 呃 他在地上躺着不起来 我说快起来 回家休息 嗯 他们说在地上睡 他俩互相挂着就躺在地上了 请问这个 小鬼 小鬼 嗯 小鬼啊 嗯 那 要给他俩建小房了吗 对 你认识吗 这两个小孩子认识吗 是我的两个孩子 哦 你的两个孩子啊 啊 那没事 对 两个小孩子抱在一起 说什么 嗯 没说什么 就说要在地上睡 要在地上睡 身上有灵性 嗯 接地去 身上有灵性 嗯 还是要建小房了 是吧 对对对 嗯 好好 谢谢 呃 要是屋里死过人的 算阴宅 这个是死 算死在家里的 还是说死在外面里也算吗 一般的来讲 如果你刚刚 比方说你死 虽然是死在 呃 比方医院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老太太 和这个老先生 在这个 在这个家里已经住了 很多年了 他的气场还在 除非 这个老先生 早就搬到养老院去了 早就搬到 那个叫 医院里去了 在医院里 比方说住了一年才死掉 或者半年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 气场就好一点 否则的话 你就是算 急救 比方说一个星期 两星期 还是属于婴宅的 好 那要像这种 那个家庭矛盾 跳楼自杀 怎么算 那就是婴宅了 肯定的 跳楼自杀 肯定是吧 这很麻烦 那好 还有个问题是 有个佛友是做家具的 有自己的工厂吗 因为他被说敛财 他一直是免费送佛台 给穷人和重病患者 上次您开始说 给有钱人 收费做佛台也有功德 如果这个佛友 那个收费给人做佛台 收费便宜点 这个算敛财吗 这个没什么敛财 这个没什么敛财 按照按市价 如果比方说 这个这个家 家具 这个佛台 的确需要这点钱的 对不对啊 你就按照 按照这个 价钱收取 应该不算敛财 因为他本来是 做家具的 但是问题呢 你比方说 你到处去 跟人家讲 你们到我这里来做 那就不对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如果这位佛友 除了收费做佛台以外呢 另外收取很少的利落 或者不赚钱 卖别的东西给佛友 是否也算敛财呢 卖其他的东西给佛友 这就算了 因为你记住了 任何生意 不能跟佛友做的 佛友都是 什么叫佛友 对不对 学佛的 这个 学佛的朋友 学佛的 大家有友情的 对不对啊 你 你不学佛 任何东西 只要在生意场上的 你这不叫敛财啊 对不对啊 佛友之间 他如果是不收费 他就不能算敛财 只要收费 就算敛财是吗 对啊 你佛友跟佛友 本身是学佛的朋友 对不对啊 佛友 他们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感情 因为是佛 把我们连在一起的 所以 离开了佛了 只要有任何生意场上的东西 那你不叫 借佛敛财啊 是是是 就这个道理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 是我 家里 佛台 现在的佛台比较小 只供奉一个 咱们的观音菩萨 呃 我现在想搬家以后 换一个大爷的佛台 这样呢 我爱人上次 从新加坡 结缘回来三个 那个 另外三种 南京菩萨 太飞菩萨 官地菩萨 那是A5的 但是这个A5的 要是放在那个 新佛台上 它又觉得有点小 我又从网上 结缘了咱东方台的 A4的那种大小的 菩萨像 但是这个 尤其过程中 这三种菩萨都 菩萨像都均有那种 那个 这个就是窝了的地方 哎 我呢 另外呢 南京菩萨像 还有一点点 那个黄的那个 污垢 我也没敢擦 这 这三尊 除了能供吗 能供啊 南京菩萨这个 污垢 只要不要在脸上 就可以了 哦 这不是在脸上的 在那个 别的地方上 没问题 嗯 还有 有那个褶皱的地方 褶皱的地方 就买个镜框 不可以啊 镜框不就 把它拉平了吗 有镜框 拉平嘛 就可以了吗 嗯 哦 这样的是吧 嗯 好的 好的 嗯 台长 上次我跟您说 那个就是 咱在那个 东方台那个调增 是 咱一般那种 是那个 但是 身上油灯的皮肤 好像过敏了 啊 我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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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咱东方台都能出那种 纯净的那种 除了像 吊坠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 过敏是因为吊坠啊 他说不定他自己皮肤过敏呢 人家怎么吊坠都不过敏 就他过敏啊 啊 个人原因是吧 啊 你都不知道的啊 这个东西 一般的 比方说 比方说吊坠的话 你过敏 你就像花粉过敏一样的 你花种在那 对不对啊 你有些人过敏 有些人不过敏 再说他不一定是 真的是因为这个过敏 明白吗 哦 哦 明白明白 嗯 那好 谢谢您台长 嗯 我今天没有问题了 好 嗯 谢谢 谢谢 喂你好 喂 师父你好 你好 嗯 你好 呃 挺辛苦了 啊 挺辛苦这个梦 嗯 昨晚半夜 哦 哦 哦 他梦到他刚买的车 因为附近的电污起火 被热气轰的汽车都变形了 电话也被烤变形了 不懂是梦考还是什么歧视 汽车代表你的一个人进步的一个进度 比方说你很多人在搞实验当中 做梦做到汽车 如果是停止的 那说明这个事情是不成功的 如果汽车正在开 那么就好 现在他的汽车都变形了 说明他正面临的事情被遭受到无情的打击 嗯 明白吗 明白 好了 然后他还梦到师父您含这泪嘛 载他去搭车 然后师父选择放他 呃 在没有人的车站 叫他自己一个人去悟 要离开时 师父握着他的手很久 告诉 告诉他 呃 就是跟他说了一句话 慈悲真物骨骑 醒来了 他感觉 感觉手 有被人大力的握过 呃 轻微的疼痛感 嗯 梦里 只是觉得很平常 什么东西都不会 长久拥有一切无常 嗯 请问师父 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助人太少 因为您 每次都是讲 都是在梦里跟他讲要救人 样子很惊奇 对啊 还是说 很简单 第一 师父在梦中提醒他 法生提醒他 要他度人 有些人 拜了师之后 不知道度人的 你自修 你拜什么师啊 你自己在家里修修们好了 对不对啊 你拜师就要救度众生啊 你看看佛陀一辈子 对不对啊 他活到八十岁 他不就是一辈子在 弘法度众吗 对不对啊 你说说看佛陀 足迹走遍了多少地方啊 我们不是现在 就是在走佛陀的路吗 是的 好了 感恩师父开始 要好好度人的 不度人没用的 是的 那今天师父开始过后 终于比较想通了 感恩师父 嗯 想通了 那是暂时的 我告诉你 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无常 所以金刚经 讲的最重要的 就是讲的无常 明白了吗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无常的 而人把它看成有常的 好像很长久的 得到了 得到了 但是菩萨就看到了 这个世界一切都无常 没有永远的东西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然后有一个同学嘛 他晚上只要一面金 他的耳朵里面就会很痒 两边都会痒 人倒没有不舒服 但是就是他耳朵里面特别痒 已经很久都这样子了 请问师父 他可以如何改善呢 好好把耳朵挖挖干净 拿个棉签弄点药水 耳朵痒 耳朵痒不干净听不懂 耳朵痒 耳朵痒我们找医生去 五官科他帮你挖出来 有肮脏的东西 他说只有晚上念经的时候 才会这样 那因为说明他念经的时候 他震动了 脑腔共鸣 一个人身上有共鸣的 胸腔共鸣 喉腔共鸣 口腔共鸣 还有脑腔共鸣 说明这个人念经的时候 哇脑子在震动 震动的话 耳朵就震动 耳朵震动 耳朵就会痒呀 很正常的 正常的 这样好好 感恩师父 还有 拿个棉签弯弯就好了 师父 师父 这个同修也是想问一下 他的父母亲是做生意的 然后同修想帮父母亲做生意 父母会给他一部分利润 这样如理如法吗 因为同修的母亲也是学心灵法 给呀给呀 给了不是蛮好吗 给他一部分 给他利润 不是挺好的 给他利润 他拿一点出来给父母亲放放生 自己放放生 还功德无量的 他妈妈说不定拿了这些利润还不肯放生呢 我说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是他钱拿到了就 就领舍了 很多老人家拿到钱就不肯出来了 那么他能够帮妈 帮妈妈 放放生 帮帮帮妈妈 炎炎瘦 这个都是因果嘛 他照顾他爸爸 妈妈帮他爸爸 妈妈如果经常放生的话 他爸爸妈妈能够赚更多的钱给他盈利吗 不一样啊 是的 这样就很好 感恩师父开始 然后下一个问题 有师兄原来在法会上 握师父的手后会感觉手特别发麻 但是最近握手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 是他修的没有以前好了吗 有这个说法吗 这是世界的万物 都是以心为动的 听得懂吗 他的心啊 他自己感觉啊 你看看看 你看看 最近不是有一个佛友不是握了之后 往脸上自己一插之后好了 脖子颈椎全部都好了 刚刚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自己心里感觉呀 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大好 哎呀我最近能量不够 跟师父握完手之后怎么感觉不好啊 这是自己的感觉呀 那当然当然 阴气太重你也握不到师父手的 阴气太重的话 你握到手你也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阴气太重的人就是动坏脑筋太多 明白了吗 哦 男女之色的人太多的话 握到手也不会发麻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哦 大恩师父 师父您辛苦 还有嘛 师父 这一次新加坡法会起码 有班在有一些师生的飞机准备起飞时 突然发现飞机处故障了 延迟了十七个小时才重新洗飞 因此耽误了师父晚上的佛友见面会 菩萨保佑第二天凌晨 终于平安到达新加坡 请问师父这是大家的工业吧 哦对呀 所有的人在飞机上一起念 他当然受到那个工业的影响了 对不对呀 对 好事情吗 大家一起念经的话越来越好 你要是没有大家一起念经 一个人念经的力量很有限的 明白了吗 是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念经学佛 所以才让所有的人都躲过了这一劫 那肯定的 上次不是有架飞机吗 就是这样的 上去四秒钟 整个阴晴就断掉了 阴晴就没有发动机 全部停掉了 大家再飞上去再停掉 他们就直接摔下来了 就完了 上面有很多我们的佛友在念经了 但是因为同修 就是因为飞机延误嘛 使到一些同修错过师父开示 除了那些同修的业障和缘分不足外 机组人员 算是机组人员也是有造了业嘛 去管人家干嘛 机组人员了 还压组人员了 你管他干嘛 你就自己 自己觉得缘分不足嘛就好了 好好修嘛就好了 还管人家机组人员 你是航空公司的 不是 哎呀师父 讲啊 太想念你了 太想念你了 师父 我们有时会利用吃饭的时间 听师父的录音嘛 有时因师父的慈悲而感动落泪 有时因师父的幽默而发起充满 那请问师父这样带有情绪的 一边听录音 一边吃饭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不会的啊 影响什么消化吧 开心吗就多吃一点 不开心吗少吃一点 那是不是更好啊 吃饭本来就不能滑滑滑滑 自己全部吃下去 不消化的 你这种落泪 不是说难过伤心落泪 是慈悲心 是感动 对不对啊 做好啊 一个人有慈悲心的话 你说会不消化吧 菩萨都会对你有感应啊 慈悲的哭和自己伤心的哭 难过的哭是不一样的概念 为自己伤心的哭和为众生的哭 你说一样概念吧 妈妈为孩子哭 对不对啊 和妈妈自己痛得来哭 你一样概念吧 不一样 感恩师父 然后我们在6月22号的图腾节目里 有一个同修因为肺不好 所以许愿一千张小房子给他肺部的药精者 但是师父看出来 他身上现在有一个药精者 所以药同修拿出49张 给这个马上向他药精的药精者 请问师父 在我们不知道身上有股很急的药精者时 若身体某个部位不舒服 我们烧小房子时 是说烧给马上问我们药精的药精者 还是烧给不舒服部位的药精者 因为你说了半天 我到现在什么都没听懂呢 所以我是真的没听懂呢 还是因为你讲的实在让我听不懂呢 Sorry 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身上有很急的药精者的情况下 若是某个身体部位不舒服 我们烧送小房子时 是马上烧给我们现在很急药精的药精者 还是说烧给身上部位不舒服的药精者 人家要急啊 有急杀鬼都不知道啊 是的 那鬼们有分好几种的 人家急得不得了 马上要的 所以马上要的你就马上要烧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他急杀鬼的话我告诉你啊 你都不知道的 你要不给他烧的话他马上弄你的 马上叫你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的 是的 然后我们要烧给自己药精者是不是让菩萨帮我们安排这样是最好的 你自己安排就好了 你这种事情还有麻烦菩萨 护法神你只要一求护法神就会帮你安排了 哦好 感恩感恩师父开始 啊好 好了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啊师父您好好照顾身体 啊 要多多休息 感恩您 嗯 就是休息太少 嗯 嗯 您还有要讲我什么吗 我要讲你啊 嗯 我讲你就是 你要好好念经 哦 好了 再见了 好好好 已经听话 再见 我们多多多去读人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师父你好 你好你好 嗯 嗯 嗯 我想 我想问 嗯 我想问 两三把剪刀的意思是什么 你说什么 梦到 在梦里梦到两 两 两把剪刀是什么 两三把剪刀 两三把剪刀要剪断情思 也就是说你现在 正在受着感情上的一些折磨 你自己最清楚了 感情上 你有点放不下 所以叫你剪掉 剪断情思 还不懂啊 哦 这种梦么多呢 很多人就是啊 哎呀挂念挂念 人家不要他 他还挂念 现在家里哭 好了梦到好几把剪刀 好了就菩萨意思 叫他要剪断情思呀 哦 就是不要去想这么多是吗 啊 想这么多 有什么好想的 缘分有了吗就有 没有吗就白白了 哦 哦 哦 OK and then 有时 是不是有时候 好像看到报纸啊 人家 哪里有灾难啊 那种 那种病情很重啊 那你是人伤我痛 你已经具有菩萨的慈悲心了 然后就想到 就能感受到 观音菩萨那种悲痛啊 那很好 那种病情很重啊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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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电话就断掉了 电话线不达好 没办法了 嗯 等一下 听听看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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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掉了 好了 再换一下吧 只能再等等了 没办法 它一半 一半它还没挂掉 所以呢 那学佛人呢 要谦虚啊 谦虚生智慧 啊 一个人 骄傲 长于吃 啊 师父跟你们说 啊 智慧是什么 智慧 就是 有很多方面 才会长 长成这个智慧 首先 啊 要 恭敬 有恭敬心 长智慧 啊 还有 要懂得 皆善然心 也能长智慧 谦卑心 长智慧 忍辱心 长智慧 所以一个人 有智慧的人 他有很多心 一起来的 你好啊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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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好 嗯 这次给您请啊 师父 师父您好吗 你很好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腰不好 对啊 听说了 您 您 您重点身体 嗯 现在好了吗 好了 帮你们背了太多了 没办法 对不起 师父 你们这些孩子 整天不好好修 师父不背啊 嗯 对不起师父 我们好好修 嗯 您别别 别给我们背了 嗯 讲吧 嗯 嗯 那个 您稍等啊 那我 我们那个同学 有个问题 嗯 稍微等一会儿 嗯 喂 哎 警长 呃 呃 叔叔你好 你好 呃 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 你让他讲说 就很简单 他现在做很多事情 在人间做很多事情 啊 外外外境非常不顺利 不好 哦 你是学佛 你就帮他了 所以他请到你家来了 你不就帮他背了吗 一样啊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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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恩师父 哦 师父 我曾经还就是 前段时间还做过一个梦 就是 晚上我呃 好像是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 然后是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印度人 然后他就朝着我笑 然后就是 就凡人的样子 就一直在朝着我笑 然后后来旁边有一个师兄 过来叫我了 然后他就消失了 嗯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一个人在朝我笑 我就告诉你 你可能有一世事 做过印度人的 有可能的 哦 因为我们这辈子 跟佛陀这么有缘分 你看佛陀生长在哪里啊 啊 佛陀在哪里弘法啊 印度 嗯嗯 对不对啊 嗯嗯 很难讲了 对不对啊 你自己照照脸看 那我问你啊 你喜欢不喜欢吃咖喱啊 哈哈 没喜欢的 是吧 好了 蛮喜欢的 有可能 哦 好嘛 好嘛 因为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时候一直想着什么意思 啊 啊 好 感谢师傅 嗯 师傅 我们没有问题了 就特别想您 您好好保重身体 好啊 你们这些孩子 要知道 要知道 真的 真的 没有父亲的孩子 像个草啊 我告诉你 没人管的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对啊 所以觉得特别幸福 有您管 对啊 好好保证身体 嗯 好 再见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的 谢谢师傅 再见 再见 你们 你们墨尔本清楚吗 听得清楚吗 我们 我们现在的观音堂 我们一直就听不了那广播的 因为这边屏蔽很厉害 哦 就是拿手机听 手机可以 哦 好的 嗯 手机听吧 嗯 再见 拿手机听特别清楚 谢谢师傅 再见 再见 师傅保重 谢谢师傅 对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字画直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